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值秋菜大量上市剂 今年秋菜价格怎么样 受气候影响 今年大白菜产量如何 质量是否下降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儿早上好 我是王博 乡村振兴的路上 各村有各村的招 在沈阳浑南有一个葫芦村 葫芦村有一个关书记 很有自己一套致富路子 那咱们看一看 关书记到底有啥法子 四年前 村里的经济是这样的 我村里有228亩地 往里边就50万钱 而现在村里的经济是这样的 五百块钱有目的 那是靠着实用 几米几米几年 打到二十万不准 三万三千块钱 不知道吗 你严谨村里 乡村振兴的路上 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能民嘛 他说你真要做点能民的事 他到底做了啥事呢 在沈阳市区东北方向的浑南区高坎街道 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村子 常住人口有二百多人 名叫葫芦村 乍一听这名 这村里肯定是盛产葫芦的 不不不 其实啊 跟这一点都不沾边 就在这个曾经有虎有鹿 生态环境好的葫芦村里 有个能折腾 爱折腾的村支书 关多印 他到底在折腾啥呢 现在找着山口 搞旅游开发 这是多好 我找的是农业 做农牧产品 这句话 对我来说说 原来是永远就 是个好处 就是一个真正的能民嘛 就是你真正做点能民的事 最近四年 葫芦村有了大变样 村集体经济 从原来的负债 转变为 现在年年都有余钱 村民年平均收入 超过了三万 这些变化 都和村支书老官 有头脑 爱折腾有关 那这我们的地价值 就五十块钱 到一百块钱 很低很低的 我们来着 开始把那些研究 所以把农村的土地 怎么去能 那么多集中起来 所以后期 我们开始把土地 还整合 土地始终都是 乡亲们的经济来源 老官要在土地上 大作文章 跟土地要效益 折腾的第一步 就是打算 把村集体和村民中 丘陵地段 产粮效益低的土地 集中连片 承包出去 就是我们开始 把这土地整合 以后 把事没得想 五百块钱 就把汗出去了 没得想 整就来 让他们就都过来了 来的这个人 名叫杨南 曾经在外企工作 三年前 离开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乡中了葫芦村这片地 现在已经打造成 一个亲子农工农场 不管是从 沈阳的东南西北 任何方向 然后东南西北 到这个地 一个小时之内 然后这样的位置 然后 都是可以的 然后之后呢 我还需要去 现场实际 去看一看 这个土地的条件 面积 等等这些 我考察了 四十多个村子 然后后来最终 是选择了 这个我们这个 福利村 从五十块钱 到五百块钱 地价 一下子就涨了十倍 老关这第一步 整合土地 真没白折腾 随之而来的 是农场 需要大量的人工 把地包出去的乡亲们 没闲着 又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没有太重的 就是一些田间的苗 后期的管理 松土 土草 一般的都是这些农活 自己家有点地 有个果园 马上冲打他这个 这个能场来了 咱们就搁这里 开始上班了 两万多块钱吧 光是把土地 承包出去 还不够 老关又开始琢磨上了 还得再折腾一下 再从土地上 要效益 这是鱼沙腹 这个沾点石头 它就适合 在中华省和栽地瓜 周包米都已经不看看 老关的脑子活泛 啥事都爱琢磨 他把村里的党员 都张罗当一起 再把村籍土 画出来八亩地 因地质疑 带着大伙儿 重上了党员示范贤 同一年我们在地瓜 担动的厌宿 那个厌宿二五 所以那地瓜好词 玩价格还可管 连你一搜 收钱钱然后建造效益 这样是一亩地 最次出四千块钱 就叫地瓜 在地瓜 这样的话叫老百姓吵着 因为我们这些打人都来到地上 这它吵着了 我们村子挣着钱 这样的情况下 老百姓第二年 我们看这腿型 大肥量腿型 腿型了二百亩地地瓜 真的老百姓都可能干了 村集体二百二十八亩地 有的承包给农场 有的种上了地瓜 按理说老关可以闯口气 歇歇了 但他又开始折腾了起来 这回他还是要跟土地要效益 我们是五百五十块园 我们现在这一半都 都三十块钱了 大个的一块是比拳头大 我的拳头呢 有的都比拳头大一把 现在养里这种的话 多了半不了 两块钱底下 一般都好 就卖了三块 葫芦村有十多户人家进了城 家里的果园没人打理 有的已经荒废了 老关觉得这些果园 不能就这么放着 他心里又有了主意 而那个城堡 就对给村子 村子给打理 所以说在地瓜和中华省 你数理一下 这的话呢 它的费用呢 就成本量降低 第一点出钱路高的 还有这个梨 能卖一部分钱 这的话老百姓打工 我是给供钱的 一节一百块钱的 所以呢 他拿我的挣了钱了 然后我地下出一部分钱 这的话呢 补充那点的话 我还能少赚一笔 在老关的心里 要把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 也要带着乡亲们富起来 外包土地 种植经济作物 立体种植 四年的时间里 他连续折腾了三次 每次都是在跟土地要效益 老关五十出头 每天都精力满满 眼下的成果 还不是最终的成绩 对于葫芦村来说 他还有更长远的打算 我以为要能民 你正爱爱这些土地 你去利用这些土地 怎么去发展 就像我来那样的 把这土地栽造 继续整个 所以搞产业化 所以这产业化 你就该做什么 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出来以后 你就得有身家工 他那是必须得有配套的 所以你不能说 你一位的敢做一产 不做二产 所以一产做了 二产也得做 才能使用完的挣钱 致富的路上 要的就是这种 不怕麻烦 不怕困难的折腾精神 这骨子折腾劲 老关正在着手准备 身家工项目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就像村口的牌匾一样 依靠着黑土地 让葫芦村成为乡亲们 生产生活的宝地 小龙虾餐饮界的小楚 火遍大江南北 那以前呢 小龙虾的主要产区啊 是在南方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呢 也开始养殖小龙虾了 甚至还有不少南方来的养殖户啊 专程包地养殖 这是咋回事呢 我们到铁岭县去瞧一瞧 在北方各类核仙 在东北人的饮食餐桌上 占有一席之地 小龙虾 南方正产 作为北上的外来客 这几年确立了它的江湖地位 小龙虾 学名客室圆豪虾 因为适应环境能力强 烹饪美味 在今天 它的养殖面积 已经达到了2600万亩 产量已达263.36吨 可以说 一亩水面 大约初产200斤小龙虾 铁岭市铁岭县 以盛产水稻而闻名 要在这里养殖小龙虾 南方来的王文青 看似人生地不熟 实则见解独到 掌控全局 铁岭本身嘛 也是传统的一个水稻的一个大线 这有一定的土地资源 咱们铁岭的无双 其实134天 上半军之间的温度 非常适合养小龙虾的 就是完全符合小龙虾的 一个整体的生长周期 跟博劳周期 分析到位 着手准备 王龙青找到当地的水稻合作社 说明来意 没成想 合作社也在摸索新路子 想在种水稻的基础上 发展点别的 双方是一拍即合 握手合作 咱们提供咱们的场地 咱们里边有这个河水的资源 他们除了技术 除了经验 技术 今天都是他们来 给咱们进 双方合作的第一年 王龙青以实验为主 养好小龙虾 水质很重要 湖水优于河水 河水优于淡水 合作社提供的这片稻田 挨着河 引河水养殖小龙虾 正好 第二个步骤 就是看好水温 铁岭这个季节的水温 恰好可以维持在 12到15度之间 也是最适合 小龙虾活动的温度 更多的话 就是遵循它的 那个生长规律 然后比如说 看着水 防跑虾 就是两个核心点 到了收获季 住家在稻田 帮忙捕捞的村民 是最后的压重 总共啊 就是这些这些都喜欢 这一条粒 八百多粒 不管是南方来的技术园 还是当地的村民 大伙配合默契 满盆的小龙虾 活蹦乱跳 从池塘运到岸边 一上岸 大伙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分工明确 有的挑 有的装 而此时在岸上 来买小龙虾的客商 已经等待十九 现鼓 现撑 现卖 已经是再熟悉不过的 销售模式了 刘腾飞 走南城北 见多识广 小龙虾成色如何 他一看便知 去拿去放啊 因为现在的 就是属于那个反计嘛 虾子质量的话 还是这边的要好一点 把肉饱满一些 还有虾黄 那里面的话就性价比较高啊 其他地方产地的 它那个品质没有 给你那边好 第二呢就是运输区最短 这个运输区最短的话 就解决它的死亡率的问题啊 从不口啊 七五 从不口啊 七五 这些七五 装转车完毕 刘腾飞一口气买下了 七百五十五斤小龙虾 对于王龙欣来说 价格还不错 但是他的目标市场 可不止东北 现在的价格的话 属于就是在二十到二十五之间 今年实验的结果的话 就是部分还是比较成功的 有一定面积之后 我们就开始下苗本地化 你的面积少的情况下 你从南方育苗的话 你成本还是合得来 大面积之后 你就得考虑自己育苗 考虑本地化育苗 然后包括 那就可以实现共全国了 乡村是维系多少人的乡土记忆 乡亲们您知道自己的村子 村民什么来历吗 村子里都发生过哪些大事吗 普兰殿有一个小村子 特意呢建成一个村使馆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打卡圣地 一到周末节假日 普兰殿大留驾村使馆就格外热闹 回乡过节的人 要来看看里面添了什么新东西 长辈们会带着一家子人转上一圈 老屋家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我就感觉就是说非常有兴趣 然后对八百店的历史 也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这个村使馆街我觉得很好 能给这个下一代年轻人 一个很好的教育 不忘过去的历史 走进村使馆 首先看到的是 挖子店社区的村使街上 展板上从历史严格 重大事件 发展成果和代表人物 这四个方面 呈现出这个小村庄的百年变迁 现在咱所在的馆呢 就是有农耕文化部分 有红色文化部分 同时有非裔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等 几大部分构成的 村使馆里存放了不少压箱底的宝贝 从民国时期到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许多物价 村使馆也是民间非裔文化的展示馆 现场最吸引眼球的 就属这三样了 打这个鼓叫新京大鼓 这个鼓是八寸的鼓 两面蒙皮 这个鼓在普兰殿 流传了二百多年 四十年前呢 我们大流的就有个柳条变质场 而是这个作品呢 就笑到海内外 这个柳条变质是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陪训他们做一些花馒头啊 面花啊 让他们在这个非裔传承当中 能感受一下非裔传承的乐趣 仅仅一年时间 挖子店社区的村使馆 就已经开门迎客 馆里每一样老物件的收集 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 像这样的有心人 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 这些展品不仅是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见证 更是后人与祖伴情感交流的写照 作为村使馆的发起人 第一书记高春莲说 这仅仅是个开始 有了村使馆以后 很多离开家的年轻人 发现家乡 原来这么有得了 有得晒 村使馆的建设 就是要激发农民对美好家园的荣誉感 归属感和幸福感 以农耕文化为主线 让乡亲们讲好咱自己的事 现在种地呢 想要高产丰收 绝不能靠天吃饭 一定要懂得科学技术 才是第一生产力 领海市驼子村的胡大爷 就特明白这个理儿 那咱们看一看 他们家今年的苞米 收成咋样 现在呀 市场上的苞米品种 实在是太多了 对乡亲们来说 选择到一款好的苞米种 确实是不太容易 领海市驼子村的胡大爷就说了 他种苞米的年头可不短了 可是自打他种苞米开始 就没遇见过这么好的苞米种子 你看这个 这苞米 抖着一样没小瓣 这苞米是挺大 这苞米不怕汗 还不怕漏 有这种好处 你看这干多长不长 风刮不倒 有这种好处 对 看法 一刻也没倒过这里头 你看刮说 咱说好不重真 这瓣根放的 胡大爷今年呀 算是尝到了甜头 换了个苞米新品种 不怕汗也不怕烙 再大的风都刮不倒 那胡大爷种的到底是个啥品种呢 为啥抗性这么突出呢 这个是万玉192 正常一个好的苞米种 它应该是三层七层根 地上有两层 地下一层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右眼看到的 地上是四层七层根 这是一层 这一层 这一层 这还有一层 因为它七层根越多 可以有效地 吸收地下水分 而且七层根多了 它扎根牢固 这样的话 它抗脑服务能力 会比较强 比较有秀 万玉192 除了抗性特别强 它的棒子大 轴细 产量也高 看这一笼之隔的两块地 玉米长是完全不一样 这也让胡大爷坚信 只有好种子 才能种出好苞米 你看这苞米 大爷你看咱那苞米 这得26公分左右 两个是吧 只有大到五六两个 大爷刚才已经说 那个旁边 是不是咱邻居的地呀 对 邻居的地 咱看看邻居的地啥样 来看什么 做个对比 对 咱看看那一半 看看那 走走走大爷 看龙袋老地 你看他这个 看他一半比 你看大爷 他这个跟我们做对比 首先我们这个 差多少半 就要比它长出来一块 这样的话 我们要造成多大粮 对 那差这个一叶 外一叶 你看我们这个粮 也是钢皮的 我手上干乳的 他这个一摩 都是水 都是水 还有水的 这样的话就容易造起 后细会有万花万的情况 抽个大 胡大爷说了 自从今年 他试中我们辽宁卫视黑土地 推荐的万玉192 就成了我们最忠实的粉丝 这产量提高了不少 他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风收记 黑土地记者带您看地头 甭管是沙土地 二挖地 山坡地 都能种出高产量 选对好品种 风收有保证 那乡亲们呢 要多多关注黑土地 再过些天呢 黑土地好品种啊 就要开始预售了 您可以多看看 多听听 好好的考察考察 有什么想咨询的 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6818-801 那乡亲们都知道 今年全省各地 雨水呢 是比较大的 这对咱们庄稼来说呀 影响不小 那如何能在复杂的天气环境下 保证作物的产量呢 今天咱们就到水阳市 沈北新区西武齐村 看一看乡亲们的包米 是怎么迎来大丰收的 这里是水阳市 沈北新区的西武齐村 包阿姨家里 有30多亩包米地 前些年 在选种方面没啥经验 辛辛苦苦一大年 这产量却咋也上不来 今年 包阿姨换了一个 新品种的包米 光看着掌势 就把它乐坏了 擀了这包米嘛 擀还不出街 你看这棒多好啊 常年那个种的 就这么密的 没有这么大的棒 我看 我那些看看那边 别人家的 都没有长得好 您瞧瞧 马上收割了 这包米一颗颗 是棒大粗壮 笔杆溜直 这个包米品种 到底为啥能做到高产呢 果顺 得有24到25公分 我们这地的密度 是3800株 看看它的子粒 子粒是非常长的 长马尺形 长马尺形的子粒 而且小细轴 轴是非常细 像这样的3800株密度 像我们这么大的棒 干粮就可以达到 五两到六两 所以它的产量 就是超过敦产 是不成问题的 是一个增产潜力 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听着产量 邦阿姨更乐呵了 一大年的辛苦 没有白费 多亏当初 选到了适合自家地块的 好品种 这个品种啊 是我们的 红硕5G788 它的最大的特点 是这个红硕的公式 这一粒封顶的特点 你看这个封件 包件是非常满的 这样呢 它这个上边的粒 都是有效率 不像有一些品种啊 就上边这个封件 这个粒都是小粒 这种小粒呢 有啥不好呢 就是一过山 打完包米一过山 这个小粒都塞掉了 都是无效粒 它的产量就是 降亏降底 你看这个封顶啊 全是大粒 这样呢 过山过不掉 今年沈阳地区的 雨水很大 许多乡亲家 种植的包米 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倒幅 而红硕5G788 在抗烙抗岛方面的表现 也得到了 包阿姨的认可 我看这个许子好啊 它这许子 许子那个 这梗子打得呢 但是那时候划风 有点玩 你看也没事 它挺好 它抗烙性表现在 它的根系发达 七层梗呢 有四层左右七层梗 闪成了四层七层梗 它这个雨水啊 就是没过 下边两层七层梗之后呢 它这个 第四层七层梗 还可以继续呼吸 所以呢 它起到一个 抗烙的作用 如果电视机前的 各位乡亲们 你也对咱们这个 红硕5G788的 包米品种感兴趣 那就快拨打 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顶够吧 咱们农民种地 打粮食 涂的就是一个高产 那高产才有好效益 今天呢 黑土地就给您 推荐一个 高产的包米品种 看这大半 这大半 今年又分手你爱 他叫程国才 今年七十岁了 是锦州市黑山县 八道豪镇 大夏村的村民 老程说 他种了一辈子的地 还真是头一回碰到 这么好的包米品种 表现如何呀 表现挺好 好年头的话 一般都知道 一般的这个品种 都增产在200斤左右 咱的准备达到2000斤 差不多 看来老程真是打心眼里 认可好品种了 一种就是五年 老程说 这个高产的包米品种 叫做沈农大L570 是他听了黑土地的推荐之后 精心选取的品种 没想到这一种啊 每年的表现 都让老程很满意 而除了高产之外 这个品种 还有非常优秀的 抗烙抗导服的特性 主要显示在这个 它的下部的那个根系发达 它根系发达呀 它扎的扎的伸 抓的抓的老 来来来来 耗一下 来耗一下 耗一个 这可老生了 咱看一下啊 它这个这个根系啊 上部虚根开始 那能达到三十七 三十七厘米 到四十厘米左右了 它虚根多啊 抓的抓的抓的 它抓的抓的 相对的就牢 所以说它抗导服能力就强 正是由于根系多 扎地牢 沈农大L570 在具有优秀的 抗导服能力的同时 还具有抗旱耐烙 以及广式性强等特点 老程说 自己种这个品种啊 尝到了甜头 现在根本不用合计 换品种的事 每年踏踏实实 等着丰收就行了 种啊咋不种啊 还得种啊 好品种咋不种啊 还是新的过这个品种 新的过 新的过 沈农大L570 可是咱黑土地 推荐的明星品种 在省内各地 像老程一样的粉丝 可不少 好品种 真正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好口碑 每年一到十月和十二月之间呢 就是东北秋菜热销的季节 农户家里种的大白菜大葱 集中拉到市场上 那今年批发市场里的秋菜价格怎么样 咱们一块跟着胖鸭 去瞧一瞧吧 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 是沈阳新民市的秋食农产品交易市场 您往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看啊 有姜 大蒜 大葱 芥菜啊 这些蔬菜的这个实时价格 那么现在这个工夫呢 正赶上啊 去油菜大批量的上市 在这个教育大厅啊 每天将近有三千顿的蔬菜 从这走出去 那么同时这里也成为了 咱们全省去油菜的一个集散地 必须上大面屯来吧 一次就拉一万五六千斤 没买呢 刚过来要看看的从这价格嘛 我开车来 怎么也得买二百多斤吧 五千斤嘛 看中他家的 但现在价值都在谈 从每年十月底 秋菜大批量上市开始 坐落在沈阳新民市 大民屯镇的蔬菜交易批发市场 就被大车小车围得水泄不通 整个市场占地两百亩 各类秋菜分区销售 大厅内交易的是大白菜 土豆 大厅外交易的是大葱 萝卜 杂菜等 走量最大的现在是哪种菜呀 现在的话白菜和大葱 不相伯仲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的话 除了我们地产的白菜和大葱 周边的一些这个产地的白菜和大葱 也会在我们这个市场进行交易 直接就是辐射东三省 然后直达进经济 在白菜交易区 上千名农户都是一枣在地头里 现采收 现拉来销售 那今年白菜的价格咋样呢 还真比去年要好 去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三毛左右 今年就是四毛左右 今年最贵钱头几天卖到四五毛钱 今天的价应该是四毛钱 跟去年比稍微差一点 价格没有去年高 没有 去年最高都卖到八毛 这不差一半加起来 就这样好菜才卖到四毛钱 那为啥有的商贩说价格比去年高 有的又说价格比去年低呢 原来啊 一般白菜的价格都是高开低走 刚上市价格高 大批量下来的时候 价格自然也会跟着回落 而去年一反常态 白菜价格是低开高走 一开始的价格不高 但是后期越卖越贵 种植户们都挣到了钱 因为去年那个时间段 同期的时候 河北跟山东 他们的因为气候影响 所以他们的白菜的量就很少很少 所以就大家都把这个目光 聚焦在我们新民这个地产的白菜上 所以一下子我们整个市场 的白菜价格就很高 今年的价格跟往年同期比来讲的话 价格略有上升 今年因为有一定的这个天气原因的影响 所以白菜的这个采收的时间 包括这个白菜这个量 可能会有一定的减少 所以那个价格来讲的话呢 相对我们有一些提高 在市场上逛一圈不难发现 目前是来卖货的商贩很多 但是来选购的客商却不如往年 那像今年这个咱家种着白菜啥的 这个质量跟往年差的多吗 好 大地今天这雨水勤的 一般烙的多 烙的多 上不来的少 一般都不装不上心 这几乎都是圆子的 一般的平均十两百斤是有 你就砍净了也七八斤 今年这个能有 十二三斤 没有 没有 这能有七八斤吧 砍得两万 两万都得出去 今年就一万多一点 跟大白菜前期略有涨幅 眼下价格慢慢回落相比 今年大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斤的价格要比去年 低了整整一块钱左右 去年是两块左右吧 今年一开始还行 现在行情不太好 现在正常价就是一块钱 好像外地进咱这本地来 现在我们这边呢 就有点受影响了吧 大葱的来源呢 是来源于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我们本地货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来源于我们外省市的这个货源 其 辽 蒙 这些省市的败运车辆的这个大葱呢 一旦到达我们的这个交易市场 那我们的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 就会产生一些变动 今年的价格要低于去年 大葱 大白菜正值大批量上市 价格和产量却不如往年 主要原因还是受到新民自六七月份以来 一直频繁降雨 雨量还大的影响 作为秋菜主产区 新民市大明屯镇 那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沈阳新民大明屯 宿有蔬菜之乡的称号 那今年种植季呢 大明屯呢 也遭遇了连续多轮降雨 土地被淹被泡了不少 这是否会影响秋菜的种植呢 我们记着啊 赶到大明屯去了解一下 新民市啊 一直以来呢 都有沈阳菜篮子的一个称号 那像大明屯镇呢 又是新民的一个蔬菜主产区 当地啊 像这种陆地蔬菜的种植面积呢 大概是有20万亩左右 现在这功夫啊 正赶上咱们大白菜的一个收获忘记了 往年这时候啊 地里特别特别热闹啊 好多女工人都在地里收菜 那么今年却一反常态 到底咋回事 胖下的大伙儿啊 去看看去 今年还收个啥场面了 就是没有多少好的 就是兴奋的找几个人 就是带着砍带着上市场就卖了 高长年的话 哥这几人卖呢 卖的开车也卖不完呢 菜的质量太差了 就是磕也小 心也不实 昨天还四毛多呢 今天三毛多了 卖不出去 贵现不好卖 傅新成是新民市大民屯镇的蔬菜种植大户 他家的白菜正在采收 往年啊 傅大哥家的白菜因为品质高 所以根本不用等到成熟 就全部被酸菜场包园了 可是今年 他却迟迟没有收到合作的消息 早就有看了 但是一看不行 人家根本就不来了 所以说赶上这阵上市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上地来瞅 今天菜不行啊 积酸的不行 别说不行 没几家行的 现在没有包的 就全上市场卖 我下地一瞅 这个菜我都上火 我都不怎么下地来的 我们大民屯这个白菜 眼前的20亩地 放眼望去光秃秃的一片 也没有啥菜啊 但这并不是采收完的地块 像这样的情况 占复兴城300亩地中的一半左右 复兴城每年上茬种土豆 下茬种白菜和大葱 上茬土豆就是因为水大 收获的时候压根没收 悬地时直接悬在地里了 现在等到下茬白菜收获时 产量也还是不如往年可观 这一颗菜 我一看一看就知道了 常年这颗菜 都得有十来斤七百斤 我连连 现在今年这颗就三十斤 中肝的这种菜 经常一年头长好点的话 十素斤十五斤 对对对 一亩地差个十五千斤 产量是最低的了 一万斤都费劲 这常年的话 这一万五千斤都没事 仔细看白菜的紧实度 不难发现 傅大哥地里的白菜 长得松散 没撞心 包心包的也不紧实 秋后一算账 成本压根没勾回来 同样质量受影响的 还有大明屯的大葱 大葱越往土里扎根 葱板长得就越长 可是今年因为水大 根系扎得不稳 葱板也比往年短了不少 摘钱有的 松阳这有震大 你看这个脑袋 这脑都是歪的 历史以来 大明屯葱进往外走 现在整个外地葱 全拉大明屯来了 大明屯葱质量不好 给大明屯顶死了 你大明屯没好东西 你外边都进来了 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现在不管是啥 一个小时都获得来 农户产量受影响 再加上其他产区的丰收 今年傅大哥两茬菜 损失不小 但作为三十几年的老重职户 经历了不少风雨 傅大哥也摆好了自己的心态 准备明年努把力 好好干 装就不得年年重呗 过年再继续 只是难以扛着点呗 心宽点心大点呗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 更多精彩资讯 你也可以下载 北斗熔梅客户端来了解 现在正是包米收获季 黑土地给您推荐的品种 到底表现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通过记者实地走访 来为您展现 那想选啥样的品种呢 看黑土地就可以了 再过几天 咱们的好品种就要开始预售了 您赶快地考察 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6818-801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